嘿,我是花天 今天回到我爸妈这边,然后准备来做春泉 那我们要削马蹄 上面都是泥土 还有呢,这个是葱葱 把马蹄洗干净之后,简单处理一下 好,我爸开始削马蹄了 见识一下江湖师传一久的快速削马蹄 然后呢,我妈在炒花椒 看一下,小火炒花椒 有没有觉得超级有敌多配料了 这个是一边吃一边流泪 我发现了一个东西 是什么,海鱼干 去问一下我爸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巴达,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增加它的鲜味 增加它的鲜味 我妈在煎干干的鱼 一股鱿鱼味 哇,你看这些都是我爸处理好的马蹄 白花花的 好了,那么我的工作是什么呢 就是切马蹄 我爸说先示范一下给我看 好,你交给我了 我觉得我还是可以的 9颗 把肥瘦相间的猪肉切成一颗一颗 还有这个是我们刚刚煎好的海鱼 就是用来提鲜的那个 这里呢,还有一些花椒 我们家的春卷都是加鱼肉的 要自己烧出来 超级无敌大层 哇 把所有材料都放进去之后呢 要开始搅拌均匀 这个步骤,这个手法有没有看起来特别的熟悉呢 然后呢,用这个豆腐笔把刚刚的料都裹起来 都是豆腐的鲜味 不如不说我们的祖先真的是太有志味了 放好的料像这样子放在豆腐皮上面 然后开始卷卷卷 春卷春卷 就是在春天的时候把它卷起来 捕捉一枚认真做春卷的老爸 其实我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已经觉得好好吃了 哇,包好的这些呢,就放到锅里面去蒸啦 下锅蒸咯 哇,出炉啦 那么我今天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呢 例行偷吃 吃到围楼,马鸡炒肉 晚餐的时候再炸一下会更好吃 最后我炸好之后呢就是这样啦 你们今天就要做了一件事 但是,你看起来